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那订阅的方式就是直接按下这个荧幕右下角的订阅钮 那如果已经订阅过的话,非常感谢你哦 今天我们的影片当中要聊到的是 接下来的这一周,雪儿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好运来到 那原本我是要做每周运势的啦 可是因为呢,其实我在每个月的月底都会推出这个 雪儿星座的每个月的运势 那我想运势方面呢,我都已经先提过了 那大家其实可能会想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那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就推出这个 每一个礼拜呢,你会有怎样的好运来到的一个主题 那只有抽塔罗的一个方式呢,告诉大家 用比较简单快速的方式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你该去怎么样保卫你的好运 然后呢,发挥这些好运让你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过得更加的快乐哦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会在画面的这边呢 看到12张塔罗牌哦 那这个呢,是我已经帮大家洗牌洗好 已经选出来的12张塔罗牌 那这12张塔罗牌呢 上面有1到12,12个数字 请你呢,先想一下你自己 包括你自己的名字,出生的时间 还有你就是你的生日哦,还有你是什么星座的 好,想一下自己,然后想一下 我想知道我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来到 想完了之后呢,请从这12张牌当中 直接选择一张 选好了吗? 选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12星座呢,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会有怎样的好运来到哦 选择到1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这一张力量牌 那力量牌呢,在塔罗牌当中 它代表着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哦 其实呢,你只要多花一点点的努力 就马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哦 比如说在工作方面 你在卖东西的时候呢 你只要多多的向你的客户多推荐一点点 你的客户就会很开心的 买下你所推荐的这些东西 那你的业绩呢,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 蒸蒸日上非常的好哦 那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比如说啊,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你只要多念一点点 你就会发现,我念到的地方刚好考试都会考出来 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多花一点点的努力 就可以得到非常良好的成果 就是接下来的你在这一周当中的好运来源哦 选择到二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这一张星星牌 那星星牌呢,其实代表着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好运 你的好事呢 会发生在偏财运这件事情上面 星星呢,它其实代表着一个美好的希望 有时候它也代表着灵光一现这件事情 怎么叫灵光一现呢? 就是比如说你经过一间彩卷行 你突然有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感觉 像是被石头打倒 或者是你突然觉得 诶,我好像突然看到某个数字 我非常的有感觉 那这个感觉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就会为你带来很好的这个偏财运跟意外之财 你只要走进这间彩卷行当中 去选择一个你最有感觉的那一张呱呱乐啊 或者是你最有感觉的几个号码 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呢 就会让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会因此呢,赚到一笔意外之财 非常恭喜你哦 得到三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得到的是这张宝剑侍位 那这张宝剑侍位代表着 在接下来2月17号到2月23号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好运呢 会发生在这个桃花运这一块 还有爱情这一块上面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你很有机会会遇到一个 跟你很聊的来的 甚至于是年纪比你轻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跟你之间呢,非常的有话聊 你们之间的话题是相当共同的 兴趣呢,也是非常接近的 那这个对象和你之间呢 在未来就很有机会呢 可以补出一段美好的恋曲哦 那如果说呢,你已经有另外一半 或者是呢,你正在谈恋爱当中的话呢 抽到这张牌代表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当中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呢 会非常的有话聊 那感情呢,好像回复到呢 刚开始谈恋爱一样 那个时候总无话不谈 然后你的另外一半非常的主动 会一直告诉你很多事情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一样 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在爱情的互动上面呢 会让你非常的开心 也会让你的感情呢,往前更进一步 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哦 选择到4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逆位的月亮牌 那逆位的月亮牌呢 其实代表着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呢 你在赚钱这一块上面呢 是会非常的顺利的哦 那逆位的月亮呢 其实代表好事发生在你的生意 如果你自己比如说你有做网牌 或者是你自己是开店啊 比如说什么卖鸡牌啊 或者是呢,你在卖一些小东西的话 销售行业的你呢 或者是自己当老板的话 你会发现客源越来越稳定 有很多的客人呢 都会来跟你买东西 所以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呢 你在这个赚钱方面是会非常的顺利 你会因此赚到蛮多的钱 那当然如果你是做投资的话 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 你会发现你所投资的一个项目 或者是你投资的标的 为你赚来不少的钱 而且还是稳定成长哦 对你来说 接下来这一周的好运也好事呢 就是来自于赚的钱越来越多哦 选择到第五张牌的朋友们 你们是会选择到的是女教皇这张牌 那女教皇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呢 你会遇到一个贵人帮助你 那这个贵人呢 会指引你在人生当中 很多你所看不清的一些人生习题 或者一些你总是搞不清楚为什么 比如说在感情方面啊 为什么你的另外一半会说这些话 会讲这些事情 或者是呢 在工作方面 你好像总是觉得卡卡的 哪里不对 或是人际关系方面 好像跟某些人之间交往哪里不太对 好像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而这个贵人呢 会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 帮助你走过某些人生的低潮 或者是呢 帮你开解一些 你一直搞不清楚的问题 会让你的人生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哦 选择到六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这一张 圣碑石的正位哦 圣碑石的正位这张牌呢 代表着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好运 你的好事呢 基本上会发生在爱情 在桃花运这一块当中 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的话 代表着呢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会遇到一个和你情投意合 而且呢是真爱等级的好对象 也就是说呢 抽到这张牌的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桃花运非常的好 而且是非常难得的对象要好好的把握哦 而如果你已经结婚 或者是你已经有另外一半在谈恋爱当中的话 抽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的是感情会越来越幸福 有时候交往久了 两个人难免会有比较疏离一点哦 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这个互动 如交似奇 非常的开心 而且你会发现 你的另外一半呢 非常舍不得你吃苦哦 会照顾你很多地方 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 会让你呢 打从心底觉得 哇 我这一周真的好幸福 我的另外一半好爱 我的感情真的是很甜蜜哦 所以呢 恭喜抽到这张牌的朋友们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在感情运啊 桃花运方面非常的棒哦 接下来呢 是选择七号牌的朋友们 那选择到七号牌的朋友们呢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保健酒逆味的这张牌 那保健酒的逆味呢 代表着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你会有贵人出现 带你冲破障碍 特别是呢 当你遇到一些困难啊 或者是呢 你有一些负面想法出现的时候 这个好朋友 这个贵人出现在你身边 他就会告诉你 你应该要正面思考 会带着你呢 走出这个负面的一个心情 会让你整个人呢 觉得哇 这个世界其实还是蛮有希望 而且呢 问题呢 其实有更好的方式解决 因为呢 这个贵人出现 他会告诉你很多解决困难 和解决障碍的方式 让你呢 能够轻松的度过一些 你可能原本呢 压力很大的难关 那整个人呢 就会因此而豁然开朗哦 是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好运 你的好事 就是发生在 你的人际关系上呢 会出现一个 对你很有帮助的贵人哦 选择到八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保健皇后正位的这张牌 那保健皇后正位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哦 你呢 会在这个减肥方面得到非常好的成果 或者是呢 调整身体方面呢 会非常的顺利 那有一些女生呢 其实常常会 每个礼拜都在减肥嘛 每一天都在减肥 好像都没有什么成果 但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 你会找到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减肥方式 而且呢 一试就非常明显的见效 那加上保健皇后呢 它代表是决断力变高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会贯彻执行 你的这个减肥 或者是调整身体的这件事情 所以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减肥会非常明显的 达到你想要的瘦身成果 或者是你在调整身体这一块呢 也会非常顺利的呢 让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哦 我们到九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愚人逆味的这张牌 那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好事会发生在你的头脑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而且这是一个完全不偷懒的一周 那在这一周当中 最重要的好事就是 其实它就是没有坏事发生 没有坏事发生 你就自然会觉得很顺啊 我这一周都非常的顺利 做什么事情呢 都是想做什么就完成什么 而且呢都不会遇到障碍 也不会遇到阻止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呢 你会过得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开心 那因为没有什么坏事发生嘛 心情呢 你就会一直维持在还蛮良好的状态 恭喜你咯 选择到十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这张太阳牌 那太阳牌在陶罗牌当中 本来就是一张代表着运气非常棒 深深不息的一张牌哦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其实在各方面的运气上都非常的好 你会觉得做很多事情呢 都是你只要出一份力呢 就可以达到十分的效果 只要多做一点点呢 就可以达到很多的成功 不管是在感情啊 或者是在工作学业方面 其实呢 你只要多努力一点都可以心想事成 对你来说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就是一个做什么事都非常顺利的一种 而且呢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基本上都不会遇到什么坏事啦 就算遇到一些不是很如意 会让你有点小小不开心的事呢 你都可以很快速的解决 而且就算开头不太好 可是到了结尾的时候呢 往往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棒 让你会觉得说 没关系一开始不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结尾好呢 就是什么都是好的哦 选择到11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皇帝牌 皇帝牌呢 代表着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在工作啊 还有学业方面呢 会有好事发生 如果说你是上班族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当中 我们在工作方面呢 可以说是你的工作表现会非常的好 你之前的努力呢 其实可以说在这一周当中都会看到成果 而且呢 你的老板对你真是非常的肯定 而有一些朋友们呢 选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着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甚至于会有升官的机会 所以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努力呢 是会被看见的 非常恭喜你 而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当中 如果有考试或是有比赛的话 都很容易考得很好 或者是呢 比赛拿到前三名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里面呢 恭喜你 你会是一个受到众人瞩目 发光发热的明星哦 请到最后一张牌 就是12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钱币世卫的这张牌 那钱币世卫这张牌呢 代表着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呢 你很容易收到一些小惊喜 那些惊喜当中呢 通常就代表的是一些很有趣的小礼物 可能是呢 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你的情人 或者是你的好朋友 想要帮你打打气啊 或者是想要给你一些惊喜 让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快乐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一周当中 会送你一个小礼物 有可能是小红包之类的啦 反正呢 就是希望可以带给你呢 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给你一个护身符啊之类的 希望呢可以为你带来好运 那你也会因为呢 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的举动 让你觉得哇 心里暖暖的很开心 所以这是你接下来这一周发生的好事哦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呢 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 想要得到好运的朋友们 我是亚廷彼斯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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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